我们也请曾教授 各位朋友好 我先报告大家一个消息 21号当天 赵亚秋去看他 因为那天我有别的事 不能分身 我在20号晚上 就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跟他红烧了一锅排骨 他去过长白山 那一年我们一起 他知道现在 因为长白山大街市 有一种叫山黑的 黑猪 就是放养的猪 现在是大陆里面最好的猪肉 我就买了两颗排骨 跟他红烧 而里面搂了六个鸡蛋给他 为什么呢 他两个 Lina两个 他妹妹英红两个 他是特别喜欢我做的 这一类的菜的 所以我用这个的 那天他回来告诉我 胃口很好 而且他还喜欢 我自己做的湖北风味的腊肉 所以我今年冬天 我还会给他做腊肉 再给他送去吃 他每次吃的也是津津有味 他刚刚讲到 2006年那一次中风 头一天 我们俩在他家 一起过中秋的时候 当时我就已经发现 他的嘴有点歪了 说话已经开始有点障碍 我就跟Lina讲 要特别注意这种现象 结果第二天 在屋子里摔了一跤以后 这么坐下去 当时医院先看的是骨折 后来诊断是中风 这个过程 那么我想了 这是补充一点这个近况 还有一点就是 我跟他曾经相约 2006年他到北京的时候 那么当时我相约 我说因为我一直做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那么后来这十多年呢 同时跨了一个领域 就是电视剧 我们相约 要以他的中校公园为主 结合其他的小说 要改编出来一个长篇的电视剧 所以我就一直期盼他康复 能够一起来合作 拍好这样一部电视剧 那么到时候有那一天 我希望台湾的朋友支持 特别希望冯特平女士 陈一生女士 再来大力支持 一定的 一定的 谢谢 我再回去 我会告诉他我一个感慨 我再说几句 刚刚我翻那个书里面 有一个朋友写的文章 是青年人的冷漠 让他很伤感 最早我们发现这种情绪 我们俩跟他接触 是从91年开始 那一年他去参观北京的亚运会 在北京饭店 我们带着我们的小女儿 一起跟他过了一个中秋之夜 当时谈话我就感觉到 他对社会 对文学充满了一种忧郁的感情 那么后来也不断地交往 在北京 93年我们第一次来访 在佛华饭店 当时丽娜骑着摩托 带她到我们来的时候 谈台湾的文学界 谈大论 她同样有那种忧郁 后来在北京 她过60岁生日那一天 就是那一年是作家协会 为她过60岁 我比她整整大两个月 37年我9月6号生 她是11月6号生 那个会上下午是晚会 派对 下午是晚上 然后中午下午有一个座谈会 我挨着她坐 她当时在会上讲 她说她感到很孤独 而台湾社会抛弃她 我就赶紧给她写了一个条 我说应征 是战事就孤独 我相信台湾社会 台湾人民 不会抛弃你如此热爱台湾的 这样一个台湾人民的儿子 这个条当时被文艺报 一个著名的记者 英红就抢过去 后来做了报道 今天让我感到 事实证明 她应该感到很欣慰 我们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青年 没有抛弃她 而且非常热爱她 刚刚陈寅珍女士办的网 从八月开网以来 已经有一万五千人点击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 而且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说 读了三路 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就证明 陈寅珍仍然在我们台湾同胞 在两岸同胞 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 所以这一点我会告诉她 让她感到非常欣慰的 谢谢 但是谢谢你们 带我们照顾陈寅珍老师 陈寅珍老师永远是台湾的骄傲 谢谢你们 是的确能够吃排骨跟腊肉 这个应该身体会慢慢地恢复 好 我们谢谢三位远从北京来的 好 好